改款就加价 宝马现在也学了奔驰这一套了 国厂刚刚一年半的宝马X5 中期的小改款来了 其实在外观以及尺寸上面 几乎没有变化 它的高度降低了4个毫米 而外观也是仅仅的做了局部的小范围改变 据说动力是更强了 不过我看了一下 依然用的是两套动力系统 一套是2.0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4缸的 还有一套是3.0T的直列6缸 3.0T的发动机 从原来的450牛米 提升到了520牛米 那么我真正认为的 它最大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中控屏 以及车机系统的变化 它采用了一个双连屏的设计 仪表旁是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旁 而跟它相连的中控屏 则采用了14.9英寸的一块液晶屏 不过和7系比起来 它的屏还是比较少 也相对小一些 但是我想说仅仅这一些变化 你就要加价 好像说不过去吧 不过当我看到它的价格涨幅的时候 我又觉得 这好像可以理解 可以原谅 它的最低配 从原来的61.2万元 提升到了61.5万元 也就涨3000块钱 这3000块钱换了一套新的车机系统 以及液晶屏 好像也就说得过去了 对不对 而和奔驰GLE比起来 我觉得这一次宝马X5 还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价格优势的 因为它的最顶配指导价 也仅仅只有80万元 而新款的GLE 它的起售价就已经在80万元以上了 所以你说宝马X5 是不是更具有诚意呢 如果你有80万 你是选择宝马X5 还是选择奔驰GLE呢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AX5 I